阿善, 我幫你拿了你訂的貨回來 還買了午餐給你, 快點出來吃 謝謝, 我送你來給你 你怎麼這麼忙, 又沒時間收拾房子 我幫你搞定 你還幫我拿網購的東西? 當然… 這個應用程式真的很好用 買多少錢都好 都可以在自取點裡拿貨 是呀, 她天天還有新貨上架 買了什麼給我吃? 是這個豆豉蒸排骨和紅燒豆腐 合不合吃? 真棒, 簡直 美女, 給你吃飯吃得這麼順暢 你看, 你吃到豆豉都放在額頭上 來…別動… 你這顆不是豆豉嗎? 我的顆不是豆豉嗎? 是麥克, 你額頭生了一顆麥克 我額頭生了一顆麥克? 你什麼時候生了一顆麥克? 對, 我什麼時候生了一顆麥克? 什麼時候?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 大妹, 你這顆麥克好像越來越明顯 是嗎?不夠了 你聰明就起來, 跳唱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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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現在砸爆了一百個就不用了 是…其實… 就是突然間一顆麥克 對身體面前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醫生不是跟你說了沒有危險嗎? 現在沒有不代表以後都沒有 你知道, 隨時身體的東西 說病變就會有病變 潮三房說得對, 就像粉樓一樣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會病變 有些人一病變就是癌症 有些人嘛, 那就不用這麼誇張了 聽你的語氣, 你好像不想弄走一顆麥克 是呀, 我這塊做的鏡頭 我發覺它越來越順眼 你這麼說, 你不打算脫了麥克人物 我亂來告訴你 你不覺得我這顆麥克生得不偏不宜 正正中中, 有型格、有性格 還開始有點光澤 我告訴你, 我現在真的不捨得脫 當然了 唐景爛了? 就算了 我馬上回來… 這麼多位置, 我先回哪一場 好…知道了… 再見… 再見, 趙偉, 再見 大妹 剛才你好像跟趙偉鬥氣 有這麼明顯嗎? 我想除了趙偉之外 其他人也看到了 對… 姐姐 趙偉, 潮先生這次是壞了什麼? 之前他說喜歡… 我的內行, 我的才華 不會注重我的外表 但我發覺事實不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想你脫麥克人物 你知道他帶我看皮膚科醫生嗎? 他竟然背著我 跟皮膚科醫生說我生了一顆粒 多醜, 多醜 這樣又醜了嗎?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越想我脫, 我就約不脫 大妹, 你漏了一顆粒 你幹什麼? 善芝, 你的粒粒這麼噁心 怎麼不弄走它? 這粒粒真的很不適合 上線老師你這麼高貴大方的形象 真的這麼噁心嗎? 老闆說了, 師父, 你脫了會好一點 難怪他們不斷踩我的粒粒 原來又是你搞鬼 打算用輿論壓力逼我就範 我偏偏不順利醫 其實我不介意噁心 再噁心一點, 更好 做事吧 對不起, 潮先生 我們勸不勸上線老師 一群都做不了事 幸好我還有一張黃牌 上線老師, 我認識一個朋友做美容 可以不留疤痕, 脫掉粒粒 我介紹給你 你再討厭一點, 衝進來就說 你的潮位, 其他人去不了 我就出動美男計 用沖頭來碎我, 是嗎? 沖頭, 其實你也知道 我是推銷內涵的, 我不是推銷外表 你不怕潮先生不喜歡嗎? 不怕, 他跟我說的 他不介意我的外表 你不介意的, 那個馬燕姐 敢寫出律師信告我 說我抄襲她的粒粒 還要我馬上脫掉她 那你想怎樣做? 我理她嗎? 馬燕姐的粒粒沒有專利 她這麼喜歡告告 觀禁我的粒粒, 笨蛋 反正香港根本沒有潮象權 我真的想知道她告我的粒 我告訴你 我現在越看我的粒粒就越有感情 我絕對不會脫掉她 潮偉, 其實你不需要進來 阿勝的額頭發現生了粒粒 我想了解多一點 其實最近我也上了一些 關於皮膚和美容的課程 原來我發覺自己也有興趣 所以想趁這個機會跟你學習 那現在你有什麼想知道的 隨時問我吧 手術要做多久? 我擔心做一下 如果她醒了, 會嚇壞她 放心吧, 這個手術需要時間 但只不過是一至兩個小時 況且剛才我給她那個特效安眠藥 起碼要三至四個小時才會醒 不是, 我醒了 我大概用不了 你的藥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的, 我就開始跟粒粒 做這個加固和增大的手術 好 什麼? 我看你說想給她驚喜給你女朋友 她知道你這麼愛她 她一定會很感動 我是不想阿賢傷心 她喜歡粒粒, 喜歡到 糟了, 你幹嘛? 可以上掉下掉的嗎? 不是, 還會自己甩的 貼回去… 應該可以貼到的… 寶貝, 寶貝, 我求求你 你不要甩了…我會貼到你 她終於嵌, 終於嵌到 就算甩了也要用膠水貼回去 如果真的有整顆嵌掉了 我想她一定會很不開心 你放心吧, 這個手術 是用了非洲黑毛老鼠的棍細胞做元素 再加上骨膠原汗皺在皮膚上高 粒膜只會越來越大 如果不是做手術的話 粒膜永遠都不會掉了 其實我真的不喜歡粒膜 我跟你鬥氣才不脫粒粒 你幹嘛要跟我做加固和增大手術 你選了粒膜的色號沒有? 我選一包 我選一包吧 深黑色, 最深的 現在我們做企業 可以免費替你加大 這麼便宜? 這樣做大一點就划算了 神經病, 你別瘋了 你快答應他 我現在準備開激光 射進他的皮下 可能一會兒會有些血腥 你必須出門來避下嗎? 我們留下來陪伴阿仙 就算有幾種血腥, 我也不會害怕 開始 不要 等等, 阿仙… 我…不要加個… 你說什麼?阿仙 頭暗, 絕, 走開… 那怎麼從來沒發生過? 原來你是之前聽到我跟醫生說的話 所以才假裝喜歡粒膜 誰叫你嫌棄我粒膜?還說我醜臉 我豈不是跟你鬥氣死也不斷? 我沒有嫌棄 而是我覺得你一直都這麼美女 臉又滑滑滑滑 想你保持一個漂亮的樣子 才這樣跟醫生說而已 你真是不介意我生我粒膜? 我介意的, 就不會叫醫生跟你加顧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面的小鈴鐺 subscribe啦